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老師今天特別拍這個影片 就是要跟各位同學宣傳一下 老師在6月還有7月返台期間所要舉辦的三個活動 那這三個活動分別會在台北、台中還有高雄去舉辦 那透過這次的活動 老師也可以藉此跟同學們親身的見面 那麼除此之外 老師這次也號召非常多的贊助商 在現場也會贈送回饋給我們這些同學 非常多的精美的禮品 那麼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老師也希望可以在我的頻道當中 跟所有的同學們一起去逛鞋店 並提供老師親身一對一的買鞋的建議 那麼回到重點 老師在這個影片當中 要提供給同學們幾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這些訊息裡面包括了 這些活動會在台北、台中、高雄的哪些場地舉辦 除此之外 老師也會提供這次你要怎麼得到 老師花費非常多的心血 製作出來的一個非常酷的客製球衣 那麼現在老師就來跟你講解一下 首先老師這次要舉辦的這個活動 然後他的名稱就叫做 看你老師 湯老師講座見面會 那麼為什麼會叫講座呢 因為老師在每三場的這個活動當中 其實都會有一個Q&A的Session 也就是問答時間 就是說老師會把這個麥克風傳給下面的同學們 那麼如果同學們你有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老師也會現場給你做回答 那麼見面會當然就是過去有非常多的同學都說 老師你回台灣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舉辦幾個見面會 讓我們有機會遇到你啊 跟你拍拍照 雖然老師不是什麼大明星 不過呢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謝 你們把我當成這種有沒有名人看待 不過我跟你們說 老師絕對沒有偶像包袱 所以呢 如果這三場活動當中 你有辦法來到現場 跟老師說嗨一下 老師一定能好跟你們拍照拍到爽 對不對 甚至如果你要我唱歌 我也願意吼 Anyway我們現在就來聊一下這三場的這個日期 這三場活動的日期 還有這個地址是在哪裡 首先老師的這個講座見面會第一場 當然是辦在台中對不對 因為老師台中人嘛 台中愛對不對 所以絕對要將這個第一場辦在台中 那麼台中場呢 這個日期是在6月24號星期六 下午3點到4點 那麼地點呢就是在這個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也就是在三明路上一中街的這個附近 你們都知道台中科技大學在哪裡 也就是中油百貨的旁邊那個大學啦 在此感謝我們這個有沒有好像是科技大學的這個 這個勞舌部幫老師去喬這一次場地的這個相關事宜 所以 once again big shout out to 這個來自台中科技大學的這個勞舌社團的這些同學們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你喔 那麼當同學們呢6月24號到了這個台中科技大學的時候呢 大門進去正前方 昌明樓二樓右側4021 演講廳喔 所以不見不散台中的同學們 再來是高雄場 這一次高雄的朋友真的是太給老師面子了 在此big shout out to 來自這個有沒有 漢神巨蛋的AJ 這一次真的非常感謝AJ在幕後幫老師 與這個漢神巨蛋呢去做協調的這一方面的動作 讓老師呢有機會呢在高雄 提供給同學們一個非常舒適 還有就是寬闊的這個場地呢 可以來舉辦喔 老師這一次的講座見面會喔 那麼高雄的見面會呢 老師預計在7月1號星期六 一樣也是下午3點到4點喔 那麼這個舉辦的這個場所呢 是在漢神巨蛋的8樓 講到漢神巨蛋這次真的是給老師非常大的面子喔 因為呢他們7月1號當天呢 其實有兩個活動 不只可以拿到這個精美的小禮物以外呢 他們呢也會贈送出這個100份運動商品券 每一份都是100元 也就是說你可以拿這個有沒有 類似消費券 然後運動商品券 應該就是說在他們的這個有沒有一些 運動品牌的這些店家呢 直接就可以抵100塊的折購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誠意喔 那麼要怎麼得到這些精美的小禮物 還有這100元的限量運動商品券呢 老師現在就跟你們說明一下 來首先是7月1號當天參加活動結束以後呢 在這個漢神巨蛋8樓臉書粉絲專頁按讚並且打卡 即可在8樓的這個諮詢台呢 對換一個精美的小禮物 而且這一次呢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哇這精美的小禮物到底是什麼呢 老師不知道 不過呢老師也會偷偷的去打卡領一下 對不對做個紀念喔 那麼活動2呢 在這一次的座談會結束以後呢 如果與老師合照 並且標記三位同學留言於8樓臉書專頁活動頁呢 即可至8樓諮詢台兌換運動商品券100元 注意了同學們這個是有限量呢 也就是說呢限量100份喔 如果你們有這個跟老師拍照呢 並且打卡標記三個同學 你們就可以馬上快一點衝去8樓 直接拿100塊的這個限量 有沒有運動商品 兌換券去買鞋子對不對 哇這減100塊吧 很多好不好 所以老師真的是非常感謝這次漢神巨蛋 不只提供老師這麼寬闊的這個場地呢 讓老師舉辦這個有沒有講座會以外呢 還釋出這麼大的誠意呢 還贊助老師這些活動來回饋給各位同學們 由於老師這一次在高雄巨蛋所舉辦的這個活動呢 是我在台灣的這三場最大的一場 所以老師這次也特別的邀請呢 來自我們台灣非常知名的藝人 也就是娜娜 哇講到這個娜娜對不對 一堆臭男生應該聽到馬上 嗚 根本就不是來看老師了對不對 我看娜娜比較重要對不對 那麼老師這次也非常開心呢 有機會邀請娜娜來擔任老師 就是這一次高雄場的這個主持人 你看老師用心良苦對不對 還這樣特地幫你們找來 這個娜娜來幫老師主持 不只為你們磨到一些眼福以外對不對 還有機會可以在這個活動結束以後呢 跟娜娜來拍一個照 其實是老師自己要看齁 不過高雄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你 所以高雄的同學們到時候不見不散 最後一場是台北場 也就是7月8號 What's up 台北 7月8號星期六下午3點到4點 這個地點呢是在台北一個非常酷的區域 也就是微風松高 他這個地點就是在台北市新義區松高路 16號星光3月的A8對面 哇講到這微風松高 就是愛球鞋的朋友 就是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喬丹的旗艦店對不對 那麼老師也等不及回台灣旗艦 也會趁機戒指呢 去這個了解一下 那麼在此老師要再次的特別感謝 我們台灣的Stable這一次擔任場地的這個贊助商 再次老師也要特別感謝友人 Brian還有這個Lawrence 幫忙牽線橋到一個這麼好的場地喔 所以台北台中還有高雄的同學們 我們到時候見 好啦再來下一個階段呢 老師要跟你們講解一下要怎麼得到 老師剛剛在稍早跟你們提到的這個城市限定球衣喔 這一次結合兩個老師非常喜歡的這個台灣的品牌 一個就是13th Vision 還有這個NJK NBA Jersey King 幫老師塑造一個量身訂做的球衣 那這個球衣我真的是個人非常非常的滿意 那麼要怎麼得到這些球衣呢 來老師現在就跟你講解一下喔 由於這次的活動呢完全免費 所以呢同學們不需要花任何一毛錢呢 去買門票進來喔 但是如果想要拿到 由這個13th Vision還有NJK他們設計的這個球衣呢 你們必須是要來到現場的前50名同學喔 也就是說呢好我們先從台中講起台中6月24號對不對 6月24號當天呢前50名的這個同學呢 現場我們的工作人員呢會發這個50張這個Raffle Ticket 也就是這個抽獎牌啦 那這種概念呢就是想要塑造我們美國這樣抽鞋子的這種狀況對不對 不過呢只有前50名的同學呢才會拿到這個Raffle Ticket 也就是這個籤卡喔 那麼到了這個活動的結尾呢 我們主持人也會抽出武昌這個籤喔 那麼被抽到了這5個同學們呢 到時候在台上主持人會問你們12個問題喔 什麼12個問題有關什麼問題 是不是可以先複習一下 當然可以喔 老師在此會跟你講哪12個問題喔 主持人會一一的照順序問這5個同學 比如說同學12345對不對 第一個我們就先從同學1開始問起 那麼同學1如果答對的話呢 就會繼續的留在台上 那麼主持人呢就會繼續的問同學2 另外一個問題 那麼如果同學2呢 這個第二個問題答錯的話 那麼同學2呢就會先下台喔 被淘汰喔 那以此類推對不對 只要有辦法答對這些主持人問的問題的同學們呢 就可以繼續的留在台上 那麼原則上這12個問題 如果問完 那所有的同學都還留在台上的話 老師會有5個隱藏式的問題 那麼這5個隱藏式的問題的老師絕對 不行這樣子跟你們公開 不過如果平常都有在注意老師的這個頻道的影片呢 我的同學們我相信這些問題都不難答喔 好啦那現在老師就先跟你們預習一下 有哪12個問題是這個主持人會在台上問同學們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湯老師的YouTube Channel 是在哪一年創立的 相信這一個問題呢 在我的頻道當中去這個敘述欄 或者是有沒有簡介的地方就看得出來喔 那第二個問題呢 湯老師為什麼有Dr.T的這個外號 Come on man 你們都知道老師過去是做什麼的對不對 所以呢 我相信這個問題也不難答喔 那下一個問題 湯老師以前是在哪個饒舌團體 哇這根本就是把上一個問題 直接的這個給你們出去的對不對 不過哪個饒舌團體呢 老師不只希望你講這個英文名稱 我也希望你講一下我們這個饒舌團體的中文名喔 再來就是湯老師最喜歡的一雙球鞋 是哪一雙 欸相信呢 在老師的這個有沒有有關鞋子方面的報導的前 三個三個三支影片當中就有講到了 再來就是湯老師現在居住在美國的哪個城市 哇這個如果我完全不知道的話 我看我連球衣都不給你了對不對 對不過真的很簡單啊 相信有在注意看老師的這個邊齊邊功構 你們都應該常聽到老師一直敘述在我現在現居的這個城市的這個名稱喔 再來下一個問題 除了球鞋介紹以外 湯老師在頻道當中還有其他哪些節目 那麼主持人呢其實只希望你講兩個 那相信只要去這個有沒有播放清單 當中去看一下喔 就有列出一排很多我做過的節目的名稱喔 再來下一個問題是湯老師最喜歡的摩托車品牌是什麼 哇這個相信喔 長期有在關注老師的同學們都已經非常清楚 我最喜歡的這個摩托車品牌到底是什麼對不對 再來下一個問題 湯老師在頻道裡的旅遊節目去過了美國幾個城市 相信呢你們如果去這個有沒有播放清單當中 看老師這個旅遊節目的話 你們應該就知道這個答案了喔 再來 來請講出兩首湯老師過去寫的歌 如果這個是真正老師過去的這個歌迷 相信你們應該對這個非常非常的清楚 再來是湯老師過去有拿過幾個品牌的贊助鞋 請說兩個 那如果你們不知道這一題的這個答案呢 其實在老師的這個過去的球鞋介紹影片當中 就已經有講過了齁 不過這個問題呢 其實主持人只希望你講出兩個品牌 那麼你如果講對的話 就可以繼續的留在台上喔 欸 才十個問題喔 OK 同學們其實只有十個問題 OK 所以如果認真一點的話 我相信呢 這個非常有機會可以留在台上喔 不過 As I said 對不對 如果呢 在這個有沒有所有的Q&A當中 所有的同學們都繼續的remaining 在這個有沒有 繼續的保持在這個台上的話 老師呢就會請主持人問出喔 問五個隱藏室的問題 那麼這五個隱藏室的問題 如果還問不到同學的話 對不對 哇 這個老師就要必須要加碼 繼續的問下去喔 大不了一人送一件嘛 對不對 你如果可以把老師的這個 隱藏室的問題 全部都回答的出來 老師絕對 願意多送出這個球衣出去喔 哇 我相信這個MJK的老闆 現在應該是頭皮在發汗了 好啦 以上的這個敘述呢 就是這次要怎麼得到老師 這些程式的限定球衣 總之呢 再跟同學們提醒一次 這些所有的活動當中 全部都是免費入場 不過要提早到 為什麼呢 因為現場的工作人員呢 只會發出50張籤喔 不過沒有拿到這個籤 也沒有關係對不對 因為老師其實也蠻希望 可以跟所有的同學見個面 對不對 一起去逛球鞋店喔 好啦 老師非常期待這次的活動 那麼同學們 我們到時候見 這是看你老師 掰掰